另外再来看的是海巡队 今天在海上执行了一件特殊的救援任务 原名印尼渔工被鲨鱼给咬伤了 不过其实这条鲨鱼已经当时被捕上岸了 没有想到垂死挣扎大口一咬 居然就咬到了这个渔工的膝盖 当场血流如注 海巡船舰跟直升机都立刻出动 最后用吊挂的方式大费周章的 把它送回本岛就医 贵兰的海边海巡船舰上面一名遭到鲨鱼咬伤的印尼渔工 正等着直升机来救援 直舰救援直升机放下了吊栏慢慢接近 由于海巡不错很快就吊挂成功 这名印尼渔工运气不太好 在渔船上作业的时候抓到了一条鲨鱼 没想到鲨鱼生命力旺盛 它一不留神就被鲨鱼给狠狠咬了一口 左膝盖中招当场哀哀叫 那它在海巡舰上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 的情况 那根据询问海巡舰的上的人员 它是有在左侧膝盖内侧有一个开放性的伤口 鲨鱼一咬当场造成了五成五公分的撕裂伤口 伸起骨头 渔船马上透过了无线电球员 附近的海巡船舰先救人进行初步的包扎之后 海鸥救难大队在出动直升机到嘉义西南外海 飞了一个半小时进行吊挂救人 赶紧送到了医院治疗 以免伤口又感染 又是船舰又是直升机了 这样大费周章 让印尼渔工体会到台湾对生命的重视 明天新闻 郑荣文 嘉义报道 在国人中央章的身份中央有消息